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我们学习Ubuntu服务器版本的文本编辑器 之所以成为服务器版本 是因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编辑器 都是在命令行下完成的 Ubuntu桌面版其实也提供了图形界面的文本编辑器 不过它不在今天咱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好,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 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VI或者叫做VIM 它是Linux或者是Unix系统中非常老牌的文本编辑器 然后今天为大家推荐是下面这个Nano编辑器 它是编辑器中的新秀 使用前非常的简单,我们分别看一下 首先是VI非常经典的文本编辑器 它是基于命令快捷键进行文本编辑的 操作是不是很直观 入门门槛比较高 对于绰值来讲不是很推荐 不过如果精通VI编辑器的话 那么编辑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 一般网管的老手可能比较喜欢用VI编辑器 好,咱们看下面这款Nano编辑器 Nano编辑器的使用 它非常类似于Windows记事本的文本编辑器 出业者朋友可以马上上手 使用的也是非常简单 咱们只要掌握几个基本的命令 或者是知识之后 就会自由的使用 也是我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文本编辑器 这个是非常推荐给大家 咱们看几个Nano的常用快捷键 第一个是Ctrl-O文件保存 使用它可以保存当前您编辑的文件 第二个是Ctrl-X文件关闭 咱们当编辑完文档之后 按Ctrl-X可以关闭文件 关闭时会提示您是否保存 接下来是Ctrl-K 它可以删出您光标所在的整行 对于咱们删出复处行的时候 用Ctrl-K键是非常的方便 最后一个是Ctrl-W 查找关键字 当咱们数据关键字之后 Nano会给咱们通篇查找 这个关键字所在的位置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作业内容 内容非常的简单 就是使用Nano编辑器来编辑一个文本文件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具体的操作步骤 首先在命令行输入Nano加文件名 来编辑这个文件 文件内容第一行说明这是一个Bush的Share文件 第二行是网控制台输入一行日期 第三行使用了系统变量Path 网控制台输入一行文字串 同时打印出系统变量Path的内容 最后咱们给这个MyShell文件 附上一个可执行权限 然后执行 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操作的步骤 好 咱们实际执行一下 在上次视频中呢 咱们用到了一个我自己建的服务器 11.200 今天呢咱还使用它 首先咱们通过SSH命令 向这个服务器进行登录 我在这书上一个口令 好 登录进来了 咱们先看一下当前所在目录 就是上次的目录 好的 咱们用NanoMyShell命令 来建立这个文本文件 大家请看 这个呢就是Nano编辑器的主界面 它的使用方法呢 和Windows编辑器记事本呢 完全的一样 咱们可以通过上下左右键移动光标 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 使用Ctrl-C Ctrl-V 来拷贝文本内容 同时咱们可以移动光标 比如说我在第二行上 加上一行备注 比如说打印 出 系统 路径 等等 这样的操作呢 也都是没有问题 和记事本呢 完全的一样 然后咱们使用Ctrl-O 进行存盘 然后呢 再使用Ctrl-X 退出 其实Nano快捷键呢 在屏幕的下方呢 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可能由于我的分别率的关系呢 大家不能看到 实在呢 抱歉 好 下面咱们执行一下刚刚的交本 在执行之前 咱们大家请看 它还没有可执行权限 那么咱们通过CHMOD 给它附上一个可执行的权限 我在这里敲 CHMOD 加X 可执行 然后Myshell 回车 咱们再看一下 它有了一个X的属性 这个地方 说明它现在是可执行的文件了 好 咱们执行一下它 书上点 斜线 Myshell 我的分别率的问题 可能大家看得不是很轻啊 实在抱歉 大家请看 第一行输出咱们当前的系统时间 然后第二行呢 输出系统路径 大家看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刚刚咱们在文本文件中 写的这个Dollar Pass的变量 实际上呢 它没有输出Dollar Pass 而是输出Dollar Pass的内容 好 我们再次打开这个文本文件 这次呢 我们使用Ctrl W 进行一下检索功能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输入P A T H Pass 回撤 大家请看 光标跑到了这篇文章中 第一次Pass出现的位置上去 再按一次Ctrl W呢 它就会往下跳 跑到第二次Pass出现的位置 这样再一次呢 它会以此类推 如果下面没有的话呢 它又会回到文章的开头 第一次Pass出现的位置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没有 也欢迎您留言和我讨论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